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唱三首歌之后快闪 但还是被眼尖的民众发现 咦 陈冠希的脸怎么皮肤松弛 双眼下垂 今年34岁的她居然被网友说神似57岁的赵本山 原本帅气的脸因为皮肤松弛的关系 看起来的感觉居然整整比实际年龄大了20几岁 而且跟随着年龄的成长 大部分的人最困扰的就是脸皮的问题 有时候亲切一撇头 脸颊居然在晃动 天哪 好可怕呀 到底要怎么抵挡岁月的摧残 地球引力的攻击呢 而现在的维整技术要怎样的来改善 松垮垮的脸皮产生拉提的效果呢 马上有请张帅来解析 立新美学诊所院长张光正 拥有多年丰富的微诊行经历 是变美回诊的诊手 使得称医美界为创人系统 张艺兴热心 领域总是为每个客人量身打造专属魅力疗程 只有他服务的客人不但外表变得困难一心 同时也更具自信 由于张师亲切专业的态度 深得客人信赖 依次也获得张帅的称号 一美一辈子 为整真功夫 再次欢迎金诚武 不是 是我们一届金诚武张帅 大家好 我是张工正张医师 张医师 你看 看到我们VCR 陈冠希耶 陈冠希耶 多年前我访问他的时候 他还是这个非常紧致 非常帅气 真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长这个样子 没有 你现在依旧年轻 你现在也是依旧紧致 地心引力真的太可怕了 是 是 是 对不对 我觉得好毒喔 我看大陆的网站 把他们两个拿来一起做比较 是啊 真的好毒喔 在我的脸上竟然出现岁月的痕迹 对不对 这个松垮下垂 好像是人无法避免的是不是 是 不过讲到松垮下垂 松呢 跟这个下垂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我们在之前节目里面有提到 一般我们在讲松 只是像是一些皮肤啊 皮下脂肪啊 还有一个松弛 因为胶原蛋白流失造成了松弛 那下垂呢 一般呢 我们讲的是一些 比较深层的组织 它整个掉下来 我们一般讲松跟垂 它其实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松弛跟下垂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这个造成的原因是不同的 是的 是的 对 那我们来看我这个手上这个 那这个算是松弛还是下垂 这个很明显都是皮肤一个松弛的表现 你看这个叫做 这个它是天生的吧 好狠啊 你把这个土跟耐皮果 都放在一起 真的 但是没有人想要变这个样子 对 那怎么样 今天我们要靠张帅来告诉我们 如何不松弛 及如何不下垂 是 在以前我们 在提到这个 要做一个拉提紧致 那第一个想象就是手术的拉皮 没错 那微诊 事实上有许多 可以用来做拉提紧致的一个方法 那比如说一般 在我们做微诊的时候 大概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肉读书做一个紧致 但是坦白说肉读书紧致的效果 第一个它很短暂 而且它的提升紧致的力量非常的弱 一般我们说它大概真正造成这个 拉提的这个效果在视觉上 大概只有1到2mm 1到2mm而已 而且它大概维持半年左右 是半年而已 那第二种方式呢 它是藉由填充 填充 可能我们今天节目会看到 它可能就是藉由一些 我们注射一些 填充物进去 玻尿酸吗 对 玻尿酸或是微晶磁这一类的东西 来达到一些 轻微提升的一个效果 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所谓的悬吊 悬吊 悬吊 那这些悬吊它最主要就是靠有 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个线性微诊的一个概念 就是又要把线埋进去 对 就是我们之前节目提到 用这个PTO线 可吸收的线 非常安全的线 来做一个这个提升跟紧致 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告诉大家 如何让你不下垂 不松垮 可以越来越紧致 对抗皮肤松弛新对策 新式微创拉皮 新式微创拉皮 先利用微创浅层吸纸 把皮收紧 接着再利用张光正医师专利的 八字回零线回路拉法 拉提深层筋膜层达到浅层紧致 深层拉提的效果 立心美学诊所 欢迎您的到来 对抗皮肤松弛新对策 新式微创拉皮 新式微创拉皮 先利用微创浅层吸纸 把皮收紧 接着再利用张光正医师专利的 八字回零线回路拉法 拉提深层筋膜层达到浅层紧致 深层拉提的效果 立心美学诊所 欢迎您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帅章让你知 好的医师让你上天堂 不好的医师让你住病房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特别聊到了这个微整拉提 那在以前我们都认为说 你要做提升一定就是得要靠手术 但是现在微整型也有一些 拉提紧致的一个方法 那在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 在我们就这个微整型而言的话 做拉提紧致有分三大 第一个方式是用肉毒 第二个方式是用填充 第三个方式就是所谓的线性微整 线性微整本身又分成平滑线跟导钩线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结论 首先第一个肉毒呢 它的这个提升它拉力是最弱的 它一般真正做到提升 它只能做到一两毫米 非常的非常的少 而且它效果要 看到它的效果打完之后 大概三周才会看到它的效果 它不是立马见效的 大概只能维持半年 但是它操作非常简单 对一个可能 不是很有经验的医师来源 它还是可以操作 那填充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介绍的所谓的八点拉提法 那事实上它的原理我们也介绍了 就是说在我们的皮肤韧带上面 做一个填充 就可以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拉提 但是真正要做到拉提 真正要做到拉提 其实我们还是得要靠线性微整 线的提升力量才是最强的 当然这个线我们也说过有分成 就是它本身是完全平滑的平滑线 或者是这个线上面有所谓的导钩 的导钩线 这个平滑线它的拉力 大概跟我们一般的填充式的提升拉力 是差不多的 然后它的效果要见效的话 大概要两个月效果才会出来 它也不是立马见效的 它要两个月随着这个胶原蛋白 顺着这个线去生长 你才会看到它的效果 它维持的时间大约是一年 大约是一年的时间 那对于一个医师要操作这个平滑线 也就是我们国内说的螺旋酸 它其实不用太高的这个技术门槛 那但是如果今天是导钩线的话 什么叫导钩线呢 就是像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介绍 像我的这个个人的专利这个八字回零线 它的难度就是相当高 它需要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仪式才有办法操作 还有像一些我们市面上听到的一些什么玫瑰线 它这些都是属于有导钩的线 那这些线它都是有导钩的 它的拉力是最强的 它相较于前面这几种拉底方法 它的拉力是很明显要数倍强大于这些拉底的方法 它的效果也是立马见效 而且它除了立马见效 因为这些线它的材质还是一样 跟平滑线是属于PDO线 所以它两个月 你立马见效之外 它两个月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它维持时间也比较久 它可以维持一年半到两年 但是对于医师而言的话 你医师的经验一定要够 对解剖构造不是只要普通的了解 也要非常了解 你才有办法操作这个 那这种导钩线呢 当然就是看每个医师的技术 那大部分的医师在操作这个导钩线做拉底的时候 就是单方向的一个拉底 那我们的八字回平线 它是一个这样回旋 像网子一样把它提升起来 所以它只要一条 它就可以做到其他导钩线 好几条的拉底 那相较于这些 其他的微整拉底方式的话 它的拉力更是十倍以上的一个强大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微整拉底三大方法 肉毒拉底法 填充拉底法 还有线性微整的悬吊拉底法 我们在这边都把它介绍给民众 让你们知道说到底微整有哪些拉底的方法 每个拉底的方法它的力量强弱在哪边 它维持的时间在哪边 然后它的效果可以达到什么地步 我们把它做一个很明确的比较出来 那希望呢 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帮助 让大家可以去选择 哪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 然后呢 你要挑一个够专业的医师 然后选择出你自己适合的医师 这样才会做出一个让你满意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光正医师专利 三次回零线 往上拉紧 回复紧冰线条 八次回零线 让苹果肌更加挺立 改善法令纹 木耳纹 使您的脸更V 更平顺 张光正医师专利 八次回零线 拉回您的美丽线条 008862 2973 8333 对抗皮肤松弛心对策 新式微创拉皮 新式微创拉皮 先利用微创浅层吸纸 把皮收紧 接着再利用张光正医师专利的八字回零线回路拉法 拉提生成筋膜层达到浅层紧致生成拉提的效果 立心美学诊所 欢迎您的到来 对抗皮肤松弛心对策 新式微创拉皮 新式微创拉皮 先利用微创浅层吸纸 把皮收紧 接着再利用张光正医师专利的八字回零线回路拉法 拉提生成筋膜层达到浅层紧致生成拉提的效果 立心美学诊所 欢迎您的到来 帅张让你知 好的医师让你上天堂不好的医师让你住病房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特别调到了这个微整拉提 那在以前我们都认为说 你要做提升一定就是得要靠手术 但是现在微整形也有一些 拉提紧致的一个方法 那在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 在我们就这个微整形而言的话 做拉提紧致有分三大类 第一个方式呢是用肉毒 第二个方式呢是用填充 第三个方式就是所谓的线性微整 当然线性微整本身又分成这个平滑线跟导钩线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结论 首先第一个 肉毒呢 它的这个提升它拉力是最弱的 它一般真正做到提升它只能做到一两毫米 非常的非常的少 而且它效果要看到它的效果 打完之后大概三周才会看到它的效果 它不是立马见效的 大概只能维持半年 但是它操作非常简单 对一个可能不是很有经验的医师来源 它还是可以操作 那填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介绍了所谓的八点拉提法 那事实上它的原理我们也介绍了 就是说在我们的皮肤韧带上面 做一个填充就可以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拉提 那它提升的力量 大概只能算中等 也不是特别的强 没有办法说把你这个真的下垂的嘴边肉 真的做到一个很立即明显的一个提升 但是它的效果呢 它是打完 你当场就会看到两边脸是不一样的 那维持时间大概就像一般的填充物物一样 大概是一年 那如果你用的又是这个中小分子的玻尿酸 它可能维持时间是八个月到一年 那它的这个操作上面呢 只要医师对解剖构造 它有稍微有一些了解 它就可以做这些这个填充式的一个拉提 但是真正要做到拉提 真正要做到拉提 其实我们还是得要靠线性为整 线的提升力量才是最强的 当然这个线我们也说过有分成 就是它本身是完全平滑的平滑线 或者是这个线上面有所谓的导沟的导沟线 这个平滑线呢 它的拉力大概跟我们一般的填充式的这个提升拉力是差不多的 然后它的效果要见效的话 大概要两个月效果才会出来 它也不是立马见效的 它要两个月随着这个胶原蛋白顺着这个线去生长 你才会看到它的效果 它维持的时间大约是一年 大约是一年的时间 那对于一个医师要操作这个平滑线 也就是我们国内说的螺旋酸 它其实不用太高的这个技术门槛 那但是如果今天是导沟线的话 什么叫导沟线呢 就是像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介绍 像我的这个个人的专利这个八字回宁线 它的难度就是相当高 它需要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仪式才有办法操作 还有像一些我们市面上听到的一些什么玫瑰线 它这些都是属于有导沟的线 那这些线它都是有导沟的 它的拉力是最强的 它相较于前面这几种拉底方法 它的拉力是很明显要数倍强大于这些拉底的方法 它的效果也是立马见效 而且它除了立马见效 因为这些线它材质还是一样 跟平滑线是属于PTO线 所以它两个月 你立马见效之外 它两个月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它维持时间也比较久 它也可以维持一年半到两年 但是对医师而言的话 你医师的经验一定要够 对接剖构造不是只要普通的了解 要非常了解 你才能够操作这个 那这种导沟线呢 当然就是看每个医师的技术 那大部分的医师在操作这个导沟线做拉底的时候 就是单方向的一个拉底 那我们的八字回庭线 它是一个这样回旋 像网子一样 把它提升起来 所以它只要一条 它就可以做到其他导沟线 好几条的拉力 那相较于这些 这个这些 其他的微整拉底方式的话 它的拉力更是十倍以上的一个强大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微整拉底三大方法 肉毒拉底法 填充拉底法 还有线性微整的悬调拉底法 我们在这边都把它介绍给民众 让你们知道说 到底微整有哪些拉底的方法 每个拉底法的方法 它的力量强弱在哪边 它维持的时间在哪边 然后它的效果可以达到什么地步 我们把它做一个很明确的比较出来 那希望呢 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帮助 让大家可以去选择 哪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 然后呢 你要挑一个够专业的医师 然后选择出你自己适合的医师 这样才会做出一个让你满意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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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